我的事務所 主持劉遠芬 好了 來到這個時間 跟我這位嘉賓 談談計算一下 這位就是免疫學的博士 顧小培博士 博士 你好 大家好 博士 你有沒有發覺 其實你都挺惹火的 你有沒有覺得 都挺惹火 因為為什麼呢 在香港來說 我們一是中醫 一是西醫 當你有另類治療 或者甚至有另類醫療的建議 不要說是醫療建議 是對健康有些不同的看法 可能有很多人已經豎起耳朵 會聽聽你在這裡說什麼 你有沒有覺得 都很容易引起人的頭 是啊 有人罵我 偽科學 偽科學 我覺得我將這個答案交給大家 如果大家覺得 比如博士有時候講一些內容 你覺得挺有趣 都想聽多一下 為什麼我找顧博士 有一件他令我最吸引的 他經常都說的就是 醫生告訴你你沒得醫 沒藥醫 不等於你沒得醫 不等於你沒得醫 我再說一次 如果醫生告訴你 你是沒得醫的了 現在沒藥醫的了 你千萬不要以為真的沒得醫 是不是 我有沒有說錯 是啊 沒有藥醫不等於沒得醫 這句話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很深刻的印象 因為我就是見太多 很多人都跟我說醫生說我都是這樣的了 你現在四五十歲 將來都是這樣的了 但可能走得不好 或者可能有些人告訴你 你都是這樣的了 你已經關節了 或者你那些發炎的問題不會有得改善的了 這些是我每一次聽到 我都覺得很硬著 因為我們一個人的壽命 可能八十多閒閒地 九十多大有人在 所以難道我們還有幾十年辛苦嗎 所以有時當博士講的那些話 我未必完全明白了 但我也很有興趣聽一下 看看幾時有合用的時候 我就拿出來想一下 博士 這是我們在節目中的宗旨了 為什麼你這麼惹火 是不是就是我剛才所說的呢 因為可能你說的話 不是很多人都同意 甚至是理解的呢 譬如說 最多人覺得我不以為然 就是醫生 醫生是講數據的 譬如說COVID-19 COVID-19就會令肺肺會纖維化的 有些醫生說 人們就算走了 肺也沒有纖維化 因為他用X光去檢查那個肺 但每一種的測試都有測試的限度 如果肺纖維化得很少 雖然X光是看不到的 但感覺覺得自己可以氣喘 不夠氣 當你覺得不夠氣的時候 你去檢查的時候 未必是磨砂波這麽重要 所以就是 譬如說你有癌症 醫生跟你做一個掃描 他說沒有啦 沒有事 到底有多少癌細胞才能看得到那個問題呢 是不是那個靈敏度去到十個細胞呢 或者是五百個細胞呢 那時候你就要 如果你是不得靈活的話 你不知道那個測試的靈活性 或者那個靈敏度去到哪裏呢 你就死都說 沒事沒事沒事 所以我覺得 總之就是 聽多些 聽多些一些不同的方法 可能在自己的所謂保持自己 或者守護自己健康的領域上面 可以有多些不同的刀刀劍劍 用刀刀劍劍 博士經常都說 有很多種不同的武器 可以應付我們身體的變化 今晚我看到一些朋友 其實較早前問了一些問題 沒有機會回答 博士不如我們回答一下 聽做問題好嗎 早前我們不是說過三高的 有位就是陸先生他就問了 他就說他聽到我們 講有關這個瓜胺酸 舉個例子 他就用了三到五克的瓜胺酸 他就將它溶在水裏面才喝的 瓜胺酸以前我們不是說過 針對著血壓膏的 是不是 他就說 請問瓜胺酸是能夠輸 將它的血管內皮細胞有多久呢 因為他說 血管很長 如果輸張血管的時間很短的話 對他有沒有真的實際的幫助呢 這個第一個問題 不如先回答這個問題好嗎 好啊 瓜胺酸 英明叫做citrulline 它就會在身體裡面轉成一種物質 叫做精胺酸 精胺酸叫做押注鏈 精胺酸就是這樣的 它就會給血管的細胞 就轉成一個酵素 叫做一氧化膽合成酶 就將精胺酸轉成一氧化膽 一氧化膽叫做nitric oxide 那氧化膽就會激活一個酵素 叫做granulate cyclase 你當一個酵素 就將一氧化膽叫做GTP 就轉成叫做Cyclic GMP Cyclic GMP 就會令到血管的平滑肌就會輸張 於是血管一輸張 血壓就自然低了 不過這個Cyclic GMP 半需期很快 很容易被破壞 就給了一個酵素 叫做phosphodiesterase 叫做PDE 廢了之後 功能就沒有了 所以在這裡 有間藥廠 叫做輝瑞藥廠 他就想了 這個Cyclic GMP 最終可以輸張血管 但他又被PDE廢了 如果我們能夠廢了PDE 就負負得正 Cyclic GMP 就可以留得久一點 就可以輸張血管 就好像陸先生說 輸張得不夠久 於是就製造了一種藥 針對這個PDE 那就真的令到血管好輸張 血管好輸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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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滑肌輸張 就有一個 你說好或者不好的副作用 就是令到海綿看 平滑肌又輸張了 所以這個藥開始測試的時候 就沒有效 輝瑞藥廠就很失望 就叫那些測試的病人 麻煩你把未用的藥 退回給我 沒有一個人願意退 為什麼呢 不可以退 明察暗房 原來那種藥 可以令到那個地方很硬的 哦 即是你說那個人對性器官 是不是 在那個點那裡 因為書章的海綿體 書章的海綿體 譬如說肌 這樣就很硬 結果他就 嚇到射偉哥 於是就是叫做天降下來的那些機會 就立即轉體變成做偉哥 OK 是 那說回頭就是 arran就是任何吃任何的薵 或的東西 他的身體呢 一定會代謝的一定會轉動 如果… FDA 這樣的規矩 如果你吃過那種藥 你看吃完之後 48 小時都不全部出來 不會讓你出街的 不可以容許任何東西 生體再留在40小小時 替醫生 你一定會排走的 一定會 這就是藥物代謝 動力學 的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这个是医学院很少会教的 但药材一定要知道的 就是Farmocococinetics 就是你吃了一些食物 或者是所有的排毒 多久要排出出来呢 所以你吃任何东西 就算是关胺酸 就一定会排出 你吃任何东西都会排出 不要说是不是药 听说食物各样东西都是 如果你吃淀粉质那些 或者蛋白质 它就会生体做出新的蛋白质 但如果吃药 就一定要排出 明白 但我想问一下 刚才你刚刚说 因为这个听众还在问那样东西 其实简单一点的理解 就是有多久时候 譬如有些人吃了早上 可能你不是经常都说的 假设他是没吃药的 他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个血压药 那么他不妨可以试一下 看看他吃完之后 血压有没有说 如果他有吃可以血压药的 在吃血压药之前 平常的之前的一个钟头 就看看血压有没有降下来 我们都问过 他可以维持多久久久 我们通常说24小时 所以翌日我们才再吃 不是这样的看法 你可以这么想 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原因 有一个引发的原因 譬如说现在你吃了瓜安酸 一个钟头之后 血管舒张 血压下降了 然后你说会不会再上去呢 没有理由会自动上去的 本来已经下降了 为什么会自动收缩呢 当然是有些东西 让他血压再收缩的 主要有两个原因 就是吃得太咸 植物 吃得太咸 譬如说你吃那碟腸粉 满地下酱油 或者你很喜欢吃bacon 或者你可以煲仔饭 那碗豉油 不断倒下去 你都没试过 饭的味道倒下去 有时多吃了很多盐 盐可以令血压高 另一种就是 个人紧张 一紧张 扯火 你的腎上腺 就会分泌腎上腺素 就会令到心跳快很多 心跳一下 心跳一下 就会将血液送出大动物 撞起血管壁 就是血压 如果你本来是一分钟跳六十下 你一紧张 你跳到七十下 多了十下 就血压高 所以不是说可以维持多久 已经降了 应该就不再升了 是为什么会升上去 不是怎么可以维持 但是这样的 博士 一回来我们继续再说这方面的话题 其实你之后做了梁 你下了梁 其实血压已经是不同的了 可以是 一回来再经 因为我们就是会受住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情绪不是一条线 一会我们再补充 好的 我的事务所 我的事务所 主持刘远勳 好了 继续和这位免疫学博士 顾小培博士 讲开有关听众问的问题 就是关安宣究竟 是否真的能够对血压 或者书将我们的血管是有帮助呢 这样 在讨论这件事 刚才博士 你就讲到 你说其实一个人 基本上如果他吃了一些药 假设他吃药 他吃药 对不对 那他就应该血压就降了下来 或者如果他吃了一些健康食品 是关安宣 既然他跌了下去 如果真的能够透过这个方法 他有效地令到他舒缓的时候 那为什么他会上去 应该就正路不会 但刚刚我就说 博士 其实人如果你每一天 你量早五万三次 三次血压都可以是不同的 我们就真的会受着食物 和情绪或者各方面的影响 不是这样吗 什么叫不同呢 譬如说你今天早上量是135 下午是量到132 然后就是之后到傍晚 就139 那这些算是摆动是很少的 也只有130多之间 你通常你不会说 用一个单单丁丁的数据 通常一个平均值 然后加减多少 譬如说可以是135加减3 就是可以去到132 可以去到138 135都是算 就算你同一副机器 同一个人和你量 同一个度者 都是会有偏差的 生物的东西不是那么准确 但如果你说 我今早上是135 到晚上回来的时候 到晚上的时候 160 那你就要开始了 为什么会呢 就是没有东西会无端端发生 于是就想 有什么情况令到我的血压高了呢 是不是我吃了一包薯片呢 跟朋友去喝杯啤酒 那些地方专门供应免费薯片 你吃到咸到 你要多喝两杯啤酒 那些诡计 那是不是我是很担心的一件事呢 令到我身上算数高了呢 我跟朋友说了两句之后 我发觉这个人言中有物 于是我要小心点 去推敲它 那时候就开始有点紧张了 是是 所以反而不是说 是瓜安酸 或者其他他吃的那些 所谓血压 那么简单 是不是 考虑的时候 都跟我们的生活是有关系 是不是 简单一点 我常常拿着一句话 就是没有东西会无端端发生的 一定有个原因 另外他第二个问题 就是问 就是血管壁 就是他说 如果他说血管壁里面 因为有钙的堆积 而变得硬了 失去弹性 造成了高血压 那么他想了解一下 其实有没有什么 可以舒缓这种高血压的问题 西医就有一种疗法 叫做蠔合疗法 英文叫Kelation Therapy 是不是真的西医的 因为是自然疗法的一种 蠔合疗法 有些西医会用的 因为我认识了几个西医 他们每次坐在一起 就分享他们的心得 因为我记得 好几年前 我做一些自然疗法的时候 蠔合疗法就是 其中一个 有部分的西医 他会采用的 可以这么说 普通人 譬如我不可以跟人打针 绝对 因为这个我不是医生 譬如护士那些 有训练的 就可以打针 我不知道中医 可不可以跟人打针 不可以 脊椅都应该不可以 不可以 只可以西医是可以的 如果你可以插脂 在血管里面 要输送一些东西 进去血管 就当它是西医 那种蠔合疗法 就是要打针的 蠔合疗法 是注射一些物质 不是一下 不是一下 是点滴 点滴一些 一些是带负电的物质 比如这种叫EGTA EGTA带很多负电的 因为钙是金属来的 所有金属都是带正电的 所以如果你的血管有很多钙 钙化了 很多钙 医生就说不如跟你做一个疗程 做一个疗程 就坐在一个很舒适的凳里面 然后就滴点滴那些EGTA 进去身体 他就挖了一些钙 如果你不想用钙的方法 用钙的方法 用EGTA EGTA是化合物品 是 Ethelin 你刚刚说到螺旋组 可不可以说一下呢 因为很多人有一段时间 尤其是大概是几年前 都说螺旋组很厉害 很厉害 有一个很好的健康食品 其实是什么来的呢 螺旋组是组类来的 这个组很有趣的 我们经常听人说奥米加三脂肪酸 在鱼油或者炮油那里来的 原来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螺旋组做奥米加三脂肪酸 螺旋组做了之后 就被浮油生物吃了 浮油生物就拿了奥米加三脂肪酸 浮油生物就被虾吃了 虾就拿了奥米加三脂肪酸 虾就被小鱼吃了 小鱼就被大鱼吃了 譬如说三明鱼 大鱼就被人吃了 海豹吃了 所以有些人说海豹油 或者三明鱼油 就是奥米加三脂肪酸 其实就是最原始 最原始就是螺旋组做的 所以有些人说 我有少少吃素 不是很喜欢吃海豹油 或者三明鱼油 你说你不如就吃螺旋组 螺旋组是植物来的 而且还有些人吃素的时候 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身体要做蛋白 那时候需要20种基本原料 叫做胺基酸 其中有8种叫做Essential 就一定要吃回来的 身体做不到的 而这8种通常就是肉里面才有的 那有点难了 如果你只是吃 萝禅那些吃得很素的 你根本就营养不良 但是螺旋组又有齐个20种的胺基酸 而且它本身是植物来的 所以如果你吃得很素很素 营养那些 你就加一些螺旋组 在那个袋子那里 OK 好 谢谢博士 你今天也都讲过健康食品 难怪 有段时间 很多人都喜欢吃螺旋组 作为健康食品 下个礼拜补充一点 螺旋组有没有不好 有没有不适合食用的人士 下个礼拜我们来补充 好吗 还有我们也想回答听众问题 如果听众有任何疑问 有关博士提过的话题 甚至你自己对健康食品 有什么疑问想问的话 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节目 Facebook 好吗 有机会有解答一下 下个礼拜再跟你聊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